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要来和大家聊一聊 在美国的生活成本到底有多少 其实美国呢 每一个州他们的收入是非常不均的 那像我自己呢是在比尖尼州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所有的数据 都是以我家庭为主 以及以比尖尼州为一个大的背景 如果你跟我说你是在纽约或者加州 又或者是在美国中部 那其实我们之间的差距会很大 但是anyway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为了能够更加详细报告我们家的开销状况 我还特地列了一张清单 所以我需要戴上我的眼镜才可以看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从我们家的大头 我们家的房子开始说起 我们家的房子每个月的贷款 加上一些地税加上保险 平均下来的话 一个月要2800 这个数字在比尖尼州 我觉得可以代表大部分人了 因为这个说明我们家不是豪宅 可以撇出一部分非常富有的人 也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贫穷的 我们也可以顺便来看看 我住的这一块地方的租赁市场的价格 像我们家有四口人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租一室一厅 那我们要租的话 你起码起码得是三室一厅 所以呢2800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价格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用在房子上面的一个固定支出 另外我们家的HOA它比较便宜80块钱一个月 然后我们算上你房子需要有一些维修 那这个我们姑且就算是100块钱一个月吧 这个我算的比较低 主要是因为我先生他自己比较会弄 像我们家之前有捉过密封呀 我们家之前有修过水兜呀 然后有修过洗碗机呀 反正就一大堆修修理理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到外面去找人的话 肯定会更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家的保险 保险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它其实是一个大头了 那主要是医疗保险和我们的牙齿保险 我们的医疗保险的话 每个月是要付出380块美金 然后我们的牙齿保险稍微贵一点 我们每个月要支付出150块美金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家的牙齿都不好 特别是我家的老二 因为他在绑牙齿在纠正他的牙齿 所以呢我们就买了比较贵的一个牙齿保险 那这个费用加在一起的话就500块出头了吧 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家的utility 每个月的用水我就算它50好了 然后用电的话我们最便宜的时候就50美金 但是我们贵的话有到过150美金左右 所以平均一下就算它90美金一个月 然后我们的guess的话 我们家的煤气费 我也去特地打印出来看了一下它的平均值 算下来呢是97块钱一个月 我们有两部手机 我手机买的都是最低最低的那种套餐 所以两部手机我们一个月的费用才30美金 然后我们的上网费一个月是40美金 然后可以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家这里的车子的开箱 我们家有两辆车一辆车我们买的是for insurance的 还有一辆车买的是half insurance 所以我们用在车上的这个保险费一共是135美金 两辆车我们都已经还清了所以没有车贷 这点就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的车子的property tax有40美金 然后我们的车子维修费你就算它20美金吧 我算它很低很低 我家的先生他会修车子 不管是换刹车换机油 反正基本上车行干的他都能够干 所以呢我们家车子的这个维修费用的话 我觉得算20美金可以了 再加上就是油费 那么油费因为现在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算一个月200美金好了 接下来的话来说一说我们的goesery shopping 就是平时买菜的钱 那一般性Costco我们一个月会去两次 每次基本上是用250左右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大概就500块钱吧 然后我们平时也会去一些附近的小超市 像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去Trader Joe啊 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去Giant 包括中国超市买东西 那我之前有收集了很多发票 然后统计了一下我们在其他地方超市买的大概是200美金左右 所以一个月我们用在吃上面的基本上就是700美金 因为我这里给大家报的500和200基本上就是吃啊喝啊这样子 包括一些小零食之类的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在goesery shopping上面的 接下来呢我女儿的教育方面 我看到很多国内家庭他们的教育真的是个大头 但是我们家这点都还好 我们家的老二他现在是去pre-k 我们Vigenia州的pre-k是要付费的 那么他是去135而且只去半天 每次都是三个小时 但是一个月也要付300美金 然后他们的兴趣的话就是我家的老大他有在溜冰 所以他是160块钱基本上要上七节课吧好像 不过不过最近有停掉所以就还好这一部分hobby就没有付任何的费用 另外呢我女儿最大的兴趣还好其实是绘画和手工 在绘画这一方面呢因为他有爷爷的帮忙 爷爷本来就是一个画家 而我的先生本身也是教画画的 所以说可以给他很多的帮助 这一笔费用我们就完全省掉了 在手工方面呢我平时就会给他买一些clay橡皮泥之类的 尽量的让他有一些自己动手方面的机会 像粘土橡皮泥之类也用不了多少钱 这个费用比较的琐碎了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把它给算进来 就是Costco他的会员费 折合下来的话每个月就是12.5美金 然后我们还有United Credit这个这张卡 所以每个月要付10美金左右 哇这个算得很细很细了 这里的费用呢还不包括我们在Amazon上面有时候会网购一些产品啊 又或者是我们出去旅行 又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参加一些额外的camp暑假活动之类 这些都还没有包括进来 最主要是因为这两年疫情我们都没怎么去旅行 实际上今年刚刚开始上个月有去了一个小木屋而已 就所以旅行的费用最近两年都没有怎么算 那我们就把旅行的费用先放旁边 这个先不去算 一个月的大概这些费用就是逃不掉的 那最后再补充一下就是你会发现我在算这张list的时候里面并没有提及到我们天制的衣物啊 因为我在来美国之后除了一开始几年有买一些衣服 但是在后来我基本上是不买衣服 主要是因为最近我就开始有一些断舍离的想法 觉得衣服太多了 所以呢除非我会把衣服给处理掉 不然的话我基本上不买 那同时呢我们家的所有成员也都是按照这个想法去实施的 比如说像我先生他要买鞋子 那前提是你得先扔掉一点鞋子才可以 或者捐掉一点鞋子才可以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天制衣物啊或者鞋子的钱 就算有比如说有时候偶尔买一些打底裤啊 或者一些小卫生内衣之类的 那有时候也就在Costco之类的就解决掉了 所以呢在这些价格都已经体现在了我们Costco的账单里面 另外像我们家小朋友的衣服呢 我基本上也是不买的 然后全是靠身边的朋友他们接寄他们送给我的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情 他们送给我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非常新 然后我女儿他也很喜欢 那关键事就是把自己穿得干干净净的出去球可以了 而我自己也不买化妆品 我只是买一些护肤品 而我的护肤品也不是高大上的牌子 很多都是在Costco买的 甚至还有很多的护肤品都是我自己去配置的 比如说我会用一些银耳啊或者用一些蜂蜜 有时候我会自己去自制一些护肤的东西 虽然皮肤状态没有特别好 但是我也觉得过得过去 因为我一直觉得越简单的就越好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而已 因为我是幸福 我妈妈她教我的 我妈妈她一直都是用最天然的东西 最简单的东西 但是她的皮肤状态就超好的 对了另外就是我们家外食 我们家不怎么出去吃东西 如果大家有关注我视频的话 就会知道我很在乎这个食物 在烹饪的时候 它用的是什么油 它的糖的含量有多少 这些我很在乎 所以说如果说经常去外食的话 我会没有办法去避免去控制这些 而且再另外的一点呢 就是现在在美国在外面吃饭很贵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一家四口 如果你去吃一个简单的中餐 那你七八十真的是逃不掉的 除非你就是一人吃晚羊春面之类的 然后你才可以把你的成本控制在四十之内 不然的话就很贵 那同样的这些价格 我自己在家里烧菜 我可以烧得很丰盛 而且我可以做到营养均衡 我可以用最好的油 我可以用带糖 我可以用最好的一些天然的香料 就是可以我觉得对于身体来说 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 因此在goesery shopping的时候 我会有意识的去选择更加健康的食材 不知道大家的生活会怎么样 那anyway还有如果是居住在北美的小朋友 想要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 home depot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那我们今天就去歇吧 拜拜